好 再来看到世卫在小金门的南唐废弹处理厂 就在昨天晚间大约六点半 惊传了爆炸意外 有850多颗的未爆弹不明原因发生爆炸 那么目前呢 索性是还没有传出有人员伤亡 不过也因为呢 这个爆炸威力十分的强大 震毁了两栋骨措 民宅玻璃全被震碎了 还有天空呢 也升起了黑色的驯撞云 早就呢 被远在几公里外的游客用相机拍摄下来 远在好几公里外的岛上 突然升起一团黑色的驯撞云 突如其然的爆炸声真的把游客给吓坏了 就好像一个只在爆炸一样 有一团黑色的驯撞云 驯撞云 然后慢慢慢慢再往上飞 从来没看过这么大的驯撞云 又刚好在金门前线 这群从高雄来的游客还以为两岸开战了 下午六点半位在小金门的南唐废弹处理厂 里头存放850多颗卫爆弹却惊传大爆炸 目前还没传出有人员伤亡 但南唐村已经有两间古厕被震倒 七栋房屋玻璃碎裂 南唐村40多位的居民被迫撤离 我们是先听到声音 然后慢慢烟就上来 对啊 我就开始想像一样 有 我们一直觉得好像被攻打了 由于目前弹药库还在闷烧 列宇当地军方和消防队目前正持续警戒 避免灾害再扩大 中间新闻金门综合报道